我們今天訊息講到尊敬和敬畏神 神是值得我們敬畏 有些基督徒來說 神這麼好、神這麼愛我們、神這麼祝福我們 會注目在神的愛 或者我們愛神 但其實愛裡面是含有敬畏神的 我們其實就說 這個太高,有回憂 即是說,當我們愛神的同時 我們敬畏神,就是我們尊敬神 體重神,不要隨意犯罪 也將神放最高位 我首先講講,神的聖結是很美麗的 因為很多人想到尊敬神 就覺得好像很嚴肅 但我們其實想得可以很歡喜 例如天堂,大家歡不歡喜有一天 你去到天堂 我想大家都很歡喜 去到天堂的時候 真是所有的煩惱都沒有了 這個真是最好的 凡甚麼是你的重淡煩惱 甚麼不開心全部都沒有了 然後去到天堂 就算見到人在世上 他有時對你不太好 甚至有些對你有些介意 你去到天堂 發覺他,他不再介意你 並且很開心見到你 歡迎你,或者抱著你 即是會很開心地表達 在天堂裡面沒有任何的介意 負面思想,負面情緒 你看到人每個人都 以前抑鬱 現在開心了 以前重淡煙 完全輕鬆了 這就是神的聖結的味 亦都是神的愛 其實神的愛和聖結 是可以融在一起 雖然兩個是不同的 聖結就是 祂是不容許任何的罪 任何的罪一定要有耶穌赦免 當我們世面的時候 我們遵從神的吩咐 有追求神的聖結 亦都會愛神 即是神的生命 會賜給我們一種愛神的心 又享受神的愛 享受神的愛 同時又會敬畏他 兩個同時存在 在世上 有時比較難些有兩個 例如你很尊敬一個人 你通常跟他有些距離 除了家人之外 父母 有時會有這種情況 就是你又尊敬祂 你又愛祂 我們跟神亦都希望大家 不僅是神很遠 神很近 但同時我們亦都尊敬祂 祂是很值得我們尊敬的 首先這個是經文 我們待會會練的 即是我想大家去練這個經文 講到經為神帶來的福氣 講到裡面都有這個經文 我一起讀 詩篇25篇12節 《誰經的夜話》 《夜話》必指示他當選擇的道路 我相信大家都很想知道前內點 神會選擇 但這個指示 神會指示 但除了指示 也有另一個意思 祂會指示你 即是祂會幫你走 因為祂不只是這樣 你走啊走啊 即有時你大路 你走那裏 轉右 轉左 轉右 去到那裏 那裏就是了 有時你說 希望是 可能你逃中去問人 但是神指示了你 祂不只是指示你 祂跟著會和你一起走 祂會給你力量 所以 原來經為神會帶來神的指示 和祂陪伴我們 加力給我們一起 就是神的屬性 就是祂是陪伴的神 祂是關心我們的神 有力的神 祂是知道前路是最好的神 我們一起再讀詩篇25篇12節 誰經為耶穫 耶穫 耶穫必指示他當選擇的道路 誰經為耶穫 耶穫 耶穫必指示他當選擇的道路 這個經文 以前我在外國讀書 不是讀書的時候 是做牧師 我很想回來香港 當時有個牧師 就用這個經文跟我聊天 他說 誰經為耶穫 耶穫一定會指示你 到底你是留在這個國家 還是回來香港 神會一定指示 最後呢 神是帶領我 現在不單止回香港 以前有個教律跟我說 你不單止回香港 你會去全世界 今天真的仍然 越來越開廣闊的路 多謝天賦 首先我想說一點就是 我們看重什麼 就會尊重什麼 這個排床是什麼呢 你知道嗎 你上網看的那個是什麼 Apple 就是買這個iPhone的時候 那些排隊 你看看多誇張 就是 哇 當那些人看重的時候 他就會尊重 他買到iPhone 他不會隨意扔 他會很小心 保護這個iPhone 就是他當他看重的時候 有些人會漏夜在那裡排隊 拿出來的椅子 去排隊 有帳幕都有的 有些地方 放了帳幕在那裡排隊 就是看重那樣東西 當一個人看重一個男仔 女仔的時候 他就會很看重 很想追求 他就會 跟他的關係 就會很不同 這個人在網上說 他是愛他的車 他Fall in love with他的卡 他會疼他的車 很多人未知去到這個程度 但他們會很珍惜他的車 千萬不要怪花的車 很小心的 就是他看重什麼 他會尊重什麼 但是為什麼 那麼多基督徒信有神 但是不信神會真的祝福他 因為他說 神會幫我呢 神會開路呢 很多人都會這樣擔心 哎呀 不知道怎樣 很多人都會這樣表達 也都覺得神是否真的會幫我 也會祝福我 神真的會赦免我 真的會醫治我 很多人都會擔心 我不能夠說 每一個人病 一定得醫治 因為神有他的時間 有他的方法 也人有時候有他的阻礙 我們使用聖經看到 寶羅初次傳呼吸去加拉太 因為他有病 提摩太是屢次患病 所以可以稍微怎樣走 而且他的同工 爾巴弗提和特羅菲摩 都是有病 曾經有病 不是經常有病 即是說 聖經有講到 有些人不能醫治 但也有講到神醫治人 講到寶羅怎樣按手 彼得怎樣按手 叫那個吩咐的人 不是夾我按手 那個渠腿 起來行走 他就起來一路跳舞 神的確賜給人 這個權命去醫治疾病 亦都賜給人恩賜 不過他何時用 我們不知道是神的主權 神用的時候 我們就很感謝神 好像剛剛姐妹分享 他媽媽的情況 令到他媽媽對神的心有信心 媽媽 你可以叫少玲坐過少玲 他剛剛擋住他 我看到他剛剛擋住 我們有時候很矛盾 我們信神很真 我們信神很有能力 但往往不會很信神真的會幫我 其實你見到我經常都說 祈禱神一定幫助 我們走神的路神一定祝福 我其實捉住什麼呢 我們捉住神的應許 神化了先求的國和祢的一切交給我們 神化了聖靈賜給我們能力 我們就捉住神的應許 所以凡事我都捉住神 不是去世界賺錢 也都不是去賺異性 我第一個太太來世之後 我打算是單身去服侍 我打算拿著行李箱去到不同的地方 去宣教 但神為我預備 這個太太不是我追求 神為我安排 也不是她追求 神安排 也有不同的印證 有些人失眠 或者有不同的疾病 神真的會幫助 但有些人不相信 或者有些人 他在一個情況很差 他只是夢想的將來 因為很多人都想玩那些超人 為什麼他想夢想他又超人 那些小朋友看到 做一些動作 好像一做一樣動作 我變成超人 其實是一種幻想 一種夢想 但其實神真的可以提升我們的生命 而且神尊重我們先的想 不是想著我們尊重神 而是神尊重我們先 然後我們去回應神 撒迦利書二章八節一起讀 萬君之爺說 摸你們的就是摸他眼中的童人 這很重要 你想想 你敢不敢走到老虎那裡摸眼 老虎的眼 你敢不敢摸牠的眼 看看牠有什麼後果 看看牠會怎樣發惡 你不會試一下 因為牠一抓到你 是馬上可以沒命的 那是神的眼 誰敢摸 但是神說 如果誰摸你 搞你的 牠就摸神眼中的童人 所以我們可以相信神的愛 和神的保守 其實很多時候作結證 為人祈禱 我經常說不是高舉人 而是高舉神 神的作為 我們去到宣教地方 當那些神跡歧視和印證 很感謝神 有十次的人未見我 就已經祈禱或者發夢見到我 也有很神奇 我們這次去荷蘭那裡 有一個人 當他聽我講到的時候 他收到神的聲音 他說 這是我的愛子 你要跟祂學習 我很感謝神 因為這個說話在聖經 就是講到耶穌 其實我們每個聽耶穌說 都是祂的愛子愛女 神就會祝福 我聽完 我覺得 真的在神面前 我是謙卑 神啊不是我夠好 是我軟弱的仇 你挑選我 但是神那麼好 我就回應神 我就相信神 觸實神的應許 神說祂會保護我們 還有誰會傷害我們 他就摸神眼中的童人 我們就會說 神啊我永遠都相信祢的保護 相信祢的祝福 於是我就回應神了 既然祢這麼尊重我們 這是高度的尊重 祂這樣尊重我們 我們也是尊重祂的 好了 另外就是說 我們不能夠逃脫神 所以我們不尊重神 或者不敬畏神 不要以為可以走雞 不能走雞 全部都是祟神的 但往往很多人說 讓我先拿 我先拿 我先拿就釋放神了 等遲些先 我現在犯罪 我求主赦免就可以了 很多基督徒會有不自覺地 覺得不要緊 不用現在去做神吩咐的事 其實很多人會這樣 譬如你收到一個法庭的信 當日你要上法庭出現 你敢不敢不聽話呢 你不聽話 立即香港政府去通緝你 這個人 他是藐視法庭 立即通緝你的 也有警察可以上門去抓你 我們不敢藐視法庭 但是神 很多基督徒 隨意 不要緊 神說了那麼多 當神是阿婆 有時候在說 說 當他沒有道 他是這樣 長氣 當神長氣 但其實神是至高的神 我們真的不可以當他是阿婆 不可以當他 說了不算數 他說了 神答應了一定是 詩篇二十四篇第一節 地和其中所充滿的 一起留 世界和住在其間的都屬於我 地和世界一切 這些一切 所有的地 多少地幾貴 多少房屋 還有世界和住在其間 包括你和我 包括我 都屬於耶華 我們都是屬於神的 我們是神的擁有 不過很多人不聽話 你想想 你這隻狗會不會 如果你養狗 那隻狗會不會不聽話 如果不聽話你就不要牠 那隻狗 當然是聽話的 即是不聽話 沒有人要的狗 如果一個人不聽神的話 神可以不要 但是神是很耐性 多次地找我們 所以我們要感激神 既然我們都屬於神 我們怎樣都是屬於神 你聽不聽話都是屬於神 那不如聽完話 就是最好 這是最聰明智慧 你一定得福 這樣的時候 你就會生命中有更多印證 我都希望大家 以後你會告訴我 神已經給我一些印證 讓我看得到神 喜悅我所做的事 我希望大家都有這些見證 我們就說 幫到你成為神所喜悅的兒女 沒有人能夠走雞 沒有人能夠走雞 啟示律章23至1世道 我是那賊漢人的肺腑心腸的 並依照你的人的行為報應的英國 他會賊漢人的肺腑心腸 你現在的心是想著什麼 如果你的心說 神這麼好我聽完的話 神是只能敬畏我 我就敬畏祂 神就會喜悅 如果我們每天都是這樣 神就會喜悅 祂會照你的行為報應 我們各人的 因為祂的報應是很大的 譬如你一杯涼水 你就得到賞賜 是否上天堂得到一杯涼水 蘇華 你以前給人一杯涼水 我現在給你一杯 是否這樣 他給你那個 你會說 嘩 這麼好的 你真的會 聖經在啟示律講到 作供的果效 又隨著他們 我們所有的功效 隨著我們 永永遠遠的 你一杯涼水 嘩 一杯涼水 這麼多賞賜 何況我們服侍隊 和我們希望每個人都參與服侍 每個禮拜輔導人為人祈禱 神就說 你看看這班人全部是你服侍的 你的賞賜有多大 所以我希望大家 自己得到神的祝福 亦都去興起更多人服侍 這就是我在末後的日子 很想興起更多人侍奉神 推動復興 更新更多人的生命 這樣我們是神所起業的 但很多基督徒 是很少想到這些信息 甚至有時傳導的都很少說到 怎樣傳染的毀生 就好像覺得 除了你回教堂 都是愛主 總之有起碼愛主 OK的了 我就會說 任何地方不聽話 那些地方就有破壞性 聽實話最好 任何地方不聽話 那些地方就會有破壞性 譬如大家 譬如有人送一些很美麗的食物 給你吃 最美麗的燕魔 然後他就給你吃 然後他在地下拿一堆泥沙放進去 那你有沒有假裝 為何要放在泥沙裡 你說我放少許 還有很多是燕魔 這些最好的食物 但你不會放一些不好的東西 很多人的生命 有神就放很多垃圾 就是一樣的 為何你會放在泥沙裡 你不會這樣做 因為神看到我的一切 所以任何垃圾 清除的仇 是最無福的 而我發覺越處理生命 越興散越喜樂 沒有人能夠走 不要走的 傳道書十二章十四節 這個人嘗試走雞 他捐頭到山上 我看不到神 啟事有說過 很多人跟大山和山洞說 賭在我們身上 讓我們不要見到神的憤怒眼光 傳道書十二章十四節 因為人所做的事 連一切隱藏的事 無論是善善我 神都必守門 所有我們講的行話 什麼東西 全部都不能夠走掉 你任何隨意說 哎呀 這個人真壞 這個人真不好 我不喜歡他 這些說話 全部都有一天要交著 所以我們真的說神了 保守我們不要隨意說說話 這個圖有三個句說話 一起讀 我們不能躲避神 我們想躲避神之處 是神想改變之處 我們 最後一句 對不起 對不起 這裡沒有寫到 下面一句英文 就是 你永遠都不 神與你同在 神與你同在 你不是孤獨的 好了 第一就是 我們走不掉 你想走那些地方 就是神要處理的地方 你認為我想走那些地方 就是神要處理的 而且神一定跟你在一起 神一定會幫助你 所以我們不用怕 走神的路是最好的 其實神是最好的朋友 最好的父親 最好的新郎 又是最好的陪伴者 和供應者 我們有神什麼都最好 所以我希望大家 走神的路 這樣的時候 你的生命一定提升 你就逐步逐步 我們感謝神 我們中間 越來越興起一些 軟熱毀生的人 有很多人 以為可以走得掉 神的暗默 他以為可以 以為 為何以為呢 遲些求主寫便便可以 到老才算 眼前利益 眼前的享受 審判便會很遠很遠 這些是一些人的欺騙 其實人生很快過去 當你以為等到將來 你的生命就是這樣下去的時候 一路下降的時候 你不知不覺 你就會越來越 年紀越來越大 還有現在 我們年輕的時候 是最珍貴的時候 在年輕的時候 學東西是最好的 我感謝神在我年輕的時候 學到的東西 很多金句我都在年輕的時候 唸了 一路都記得 在年輕的時候 學彈結他 都很年輕的時候 學彈琴 講信息 如何被提升 這些都是神在我年輕的時候 教我 但是神到最後 在我年紀大一點的時候 才給我很多的教導 我一路處理生命的時候 神給我 所以我希望大家 珍惜我們有的時間 不像這些人 不要耶穌 推躺耶穌 先講到伊麗莎 他有個仆人叫基哈西 伊麗莎他真是神跡很厲害 當時阿蘭角有個元帥 來到 因為他找 有個小小的 以色列捉回來的女生 跟他說 以色列有個先知 他可以醫治你 基哈西 因為他找了人 都沒有人發 他就 不是基哈西 是奶蠻 他就 倉頭不肯 後來他結果去 怎知道 伊麗莎叫他 你走去大樓 洗澡七次 他說 沒有搞錯 我們那裡的水更漂亮 為何我走你那裡洗 他就想走 但那部人說 師医人不是叫你做很難的事 他只是叫你去洗澡七次 那你為何不做 他真的要去洗澡七次 真的好 當他好的時候 他帶了很多禮物 給伊麗莎 但伊麗莎一樣都不要 因為你不要 但他走了 但伊麗莎的仆人 基哈西 他就妒忌 我一起讀 不是妒忌 是貪心 你看五章二十節 神人伊麗莎的仆人 基哈西心裡說 我主人不願 從者阿蘭人 乃曼手裡 受他帶來的禮物 我指著永生的耶路華起誓 我必跑去追上他 向他耀石 二十七節 因此乃曼的大麻風 這個是伊麗莎跟他說的 必沾染你和你的後裔 直到永遠 基哈西從伊麗莎 面前退出出去 就掌尿大麻風 像雪乃入白 其實很可惜 就是他沒有尊敬神 他做一些不合乎神 心意的事 那時候 他帶來的後果是很嚴重 其實 任何時間 我們拒絕神 都一定帶來後果嚴重 其實你看看 那些聽神話的人 他有喜樂 有力量 有祝福 各樣的恩賜 但那些沒有聽神的話 很容易會低沉 煩惱 沒有力量 很多的問題 身體不健康 其實我們看的時候 為什麼要跟那些 綁藥 跟那些愛神的人 是最好的 我們看那些聖經例子 神啊千萬不要學 阿拉利亞薩菲拉 在新約的時代 這是新約的 他們欺騙神的時候 神立刻懲罰他們 《世道人主》五章三節 彼得說 阿拉利亞為什麼 撒旦充滿了你的心 叫你欺控聖靈 把田地的價銀 私下留下幾分呢 田地還會有賣 不是你自己的嗎 既賣了 價銀不是你作主嗎 你怎麼心裡起這意念呢 你不是欺控人 是欺控神了 阿拉利亞聽見者說 就撲倒斷尿器 聽見的人都受懼怕 那這裡他們做什麼呢 當時很多人就 即他們就 將那些屋賣了 賣了就奉獻給教會 當時蒼儀教會很特別的 他們是繁物功用的 當時阿拉利亞薩菲拉 他們又想學人這樣做 就想別人認同 他很熟靈 但他又不捨得給教會 他怎麼做呢 他留下一部分 他留下一部分都不要緊 其實彼得說 其實你可以不賣 第二 賣了你不一定要奉獻 第三 你奉獻的時候 你不是奉獻了 你可以說我不是奉獻了 我留下一部分 這是我一部分 是可以的 但阿拉利亞覺得很醜怪 我留下一部分不行 當他這樣做的時候 他就 即是告訴他 是否就是這麼多錢 他答系的時候 彼得就說 為何撒旦充滿你的心 叫你欺控聖靈 把田地的家銀 師子留下幾分 沒有賣 不是你自己作主嗎 賣了這個錢 不是你作主嗎 為何你起這個意念呢 你不是欺控人 是欺控神 跟著他一聽氣 即刻斷氣 如果今天 神用回同樣的原則 我們沒有一個人 能夠站在那裡 我們個個即死 我們犯過的罪是即死 不過神連吻我們 但是神連吻我們 我們不要說 我們犯罪也不要緊 一邊說閒晚的時候 神可以叫我們即死 一邊說不好 一邊攻擊人的時候 神可以叫我們即死 但是神依然連吻我們 所以希望大家 知道我們犯任何的罪 是可以即死的 但是神連吻我們 神啊我們感謝你 我們就感激你 我們就不要活在罪裡 好 跟著第四 就是敬畏耶和華 最智慧的 這條路是最好的 針延九章十節 敬畏耶和華 是智慧的開端 認識自成者便是聰明 大家想不想聰明 聰明有智慧 很多人認為聰明就是IQ 智商 其實智商都是神給我們的 我們能夠有智商是神賜給我們的禮物 不過聖經講到不是單是智商 因為當你認識耶和華的時候 有全能的神在你背後撐著你 是不是最好的 全能的神給你聰明智慧 全能的神支持你所做一切 帶領你所做一切 供應你一切所做一切 並一祝福你 是最好的 所以敬畏耶和華 是最智慧最聰明的 因為當我們貪愛世界 被世界影響的時候 一定是拿走很多東西的 其實是拿走很多東西 是最吃虧的 你以為得到是最吃虧的 當你有神的時候 祂比你更多更多 我自己真的發覺 神比我越來越多 所以你敬畏神是智慧的開端 是最智慧的 認識智聖者就是聰明 當你認識祂 尊敬祂 尊敬祂 尊敬敬畏神其實包括什麼呢 體重神 也跟著會愛神 會遵從神 不敢犯罪 會體重神的話 要走神的路 敬畏耶和華 不只是心萬火敬畏 而是整個生命都完全歸向神 聖經說到你怎樣入神的計劃 就是你將身在現上 不要下化這個世界 心意更生而變化 這樣你就能夠測驗神的善良 神傳可起的止 就可以入到 我以前不是這樣 我以前是很多走雞的地方 就是很多垃圾 很多地方都沒有聽完神話 我就打算一會我盯著醒面 但當我經歷聖年之後 我看到神這麼真實的工作 神的愛湧下來 即時好像電流般湧下來 我心裡很感激神 並且為人祈禱 幾多人得到釋放、醫治、安慰、提升、靈命、改變 以及趕出邪靈 我心裡很感激神 我就是神 我不想有任何的難罪 因為聖經說 我們犯任何的罪 是叫我們遭遇得更加厲害的 你不要再犯罪恐怕 你遭遇得更加厲害 要分享五章十四節 即是我們犯任何罪 都一定要破壞性 所以我就完全處理任何罪 一進來就立即處理 一進來就立即處理 我發覺不是很難 反而更輕省 因為當我以前犯罪的時候 我心裡總是有控訴 總是覺得神不喜悅 或者覺得 一路侍奉的時候 是裡面有些污衛的 心裡就不得輕省 但現在我侍奉是很輕省的 不是我沒有罪 而是我一有罪就立即處理 這是我能夠做得到的 最好的就是 一出現的意念 一不喜歡的人 又有什麼污衛意念 又有什麼不好意念 我立即處理 這個我已經盡力做了 神就喜悅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 真的敬畏神是智慧的開端 而且敬畏神得到神的帶領和祝福 詩篇二五篇十二節 誰經威耶穫 耶穫必指示他當選擇的道路 神會指示你 祂不只是指示你 祂會帶著你 祂會供應你的需要 祂會幫助你 加你的力量 並且叫你做得更加好的 所以 經威耶穫是最好的最好的 那你就會 有智慧 有神的祝福 有指示 你的路越走越好 我想問問大家 你曾經有沒有試過 計劃做一件事 你計劃了之後 你有沒有發覺 你計劃了未必照樣走的 你發覺很多時候會有甩漏 我們做不到 但是神的計劃 會不會是這樣的 神的計劃不是這樣的 當我們肯走神的路 遵從祂、親近祂、依靠祂 祂就會做到 因為神是凡是多能 所以我希望大家 你想想下半生 是充滿光明的 你去到天堂 神會給你看 你看前半生的路是這樣的 有些不聽話的地方 有些污位的地方 你下半生 你忽然那天醒了 忽然那天 今天年初三 忽然那天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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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忽然就說 經歸又來自衛開天 和經歸又來又去 必止是我當選啊道路 忽然又聽話 以後有些甚麼不好 立即處理 你之後後面都光了 看什麼這麼大對象 之前這麼多污位 後面這麼光明 你想不想這樣 從今天開始 你的生命完全改變 其實不會是難的 不是難就是燈天 是神會加力量給我們 好像大衛並畏神,他不敢殺蘇羅,雖然有機會殺蘇羅,其實犯罪,得罪他 追殺他,但他有機會不殺他 《壽語記》上二十四章十節 今日一起讀一下 你親眼看見在洞中,耶華將你交在我手裡,有人叫我殺你 我卻愛惜你說,我不敢伸手害我的主,因為他是我的手高者 當時有什麼發生呢,蘇羅追殺大衛 追到山洞,大衛和他的兵就躲在山洞裡 蘇羅就不知道,他就需要去洗手間 他就找了一個山洞,入隊就在大衛他們的洞裡 當時他有他一起的兵跟他說 大衛,現在神將你的敵人交在你手中 我可以替你殺,立即殺了他 但大衛怎麼回答他呢 因為大衛是尊敬神 耶華的兽高者,神所高立的王 他卻不聽話 或者任何一個傳導人,神所高立的 我們不敢冒犯他 我們可以祝福他 我們可以關心他 亦可以給他一些提議 如果有需要的話 但我們不要去傷害他 說一些不好的說話,得罪他 他說,我一起做道 我不敢伸手害我的主 因為他事而來亦受高者 當時他的兵 只是把蘇羅的衣服割了一塊出來 後來大衛就給他看 他說,我有機會殺你 但是我沒有這樣做 那大衛,蘇羅聽到是哭的 不過後來又再追過大衛 第二次了 他睡了覺 就是追殺大衛的時候 他有個矛和水瓶在那裡 我去的時候 大衛的兵就說 我一下子就想殺死了 但是大衛又這樣回答他 三位記上有六章十一節一起讀 我再耶華面前 萬急不敢伸手害耶華的受高者 現在你可以將他透狂的窗 和水瓶爛爛爛 我們就走 所以神起越大衛 因為神大衛尊敬神的受高者 尊敬神 所以尊敬神的受高者 也尊敬神所有關的東西 神的教會 弟兄姊妹 所有在教會裡面有關 或者神有關的東西 我們都尊敬 也都因為尊敬神 神所有世上的人 我們都尊敬 我們就看到神是很寬的 我希望大家 有一天你上到天堂 你的相似幾度冊 我感謝神 神給我 有一個人看到我的相似幾度冊 我不是誇遙 其實我是神 我不配的 他就看到他那本 因為我是幫他靈靈更新 他就說 我想看義牧師那本 所以神就說 好 天字帶來 看到是厚的 包金 寫著我的愛子 由我的名字 就像荷蘭那個人 收到的據說話一樣 我自己聽到 我真的覺得很感謝神 我多謝神 我希望大家 每個人都去到天堂 你的相似幾度冊 我的愛子 我的愛女 我以後寫這個名字 你喜不喜歡 你喜歡寫 我的不乖仔 不乖女 半乖半乖 半乖半乖的 你想是這樣的 因為你想看到 我的愛子 我的愛女 我的乖乖仔 乖乖女 真是最大的賞賜 是很歡喜的 我希望大家都看得到 敬畏神的人 真是蒙神的起業 怎樣敬畏神呢 整天想著神看得到一切 我們現在有個天花板 我們就覺得有天花板遮住 但其實神看透這個天花板 神看透我們的心 神任何時間 我們任何的想法都看得到 任何時間 任何時間講閒話 憂傷 憂傷都是罪 因為沒有彰顯神的榮耀 天上的聖徒都是喜樂的 地上的聖徒有憂傷 或者是猛爽露嫂激氣 或者是貪錢 這些一切 神都看得到 然後我們何時聽神的話 去敬拜神 全心愛神 去關心人 全陽福音 為人討告 神都歡喜了 任何一件事 神都記憶 神是最好記憶的 祂記得你所做的一切 為你做的事 千萬不要這樣 唉 看他的樣子那麼壞 好了好了 免為其難 祈禱 千萬不要這樣心 你這樣做 自己拆位 你一邊起 自己拆位 不要說 他都沒有心 都不會經歷聖靈 這是他的責任 我們幫任何人 我們盡愛能力 並且 喜悅神 喜悅他 這個心態很重要 奉獻也是 免為其難 受了奉獻 這個聖經講的 受了奉獻 在舊樣的時候 馬拉基書那裡講到 由耶穌就講到 因為有快利創元的問他 他說 我們都奉獻了 這些要做 不過另外要做 就是連率 這些更加要做 兩件都要做 當我們做的時候 歡歡喜 神一定祝福上次 真是神一直祝福上次 當我一信主 我一做功 我開始就受了奉獻 因為教在裡面 牧師這樣教 牧師沒有這樣吹逼我們 很簡單地說 完全沒有吹逼 不過我的心 我很想走神的路 我就奉獻 我就感謝神 神就為我開路 讓我能夠受到很多的教育 是神為我開路的 不是我開路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看到 你什麼時候都說 神真是好 從早到晚 你經常都說神真是好 你個人整體會開心 你的負面思想會處理 其實我發覺就是神 處理我的心理 所以你發覺我講的道理 是很道慾 就是說 如何處理所有的事 不要流感 很多人不是這樣 起床就做了 很多事情要做 很煩 還要做這件事 還要看聖經 覺得煩 但我們就說 我們做任何事都感激神 歡喜神 從早到晚 神就喜悦你 就是一個美好的見證 亦都要享受生命 更加享受 靠著神一定可以得勝 神會看到一切 尊敬神 言停止聚會 尊敬我們的聚會 這兩個方法 沒有尊敬神 沒有尊敬聚會 然後呢 一起讀希伯萊書十章二五節 你們不可停止聚會 好想那些停止慣慮你的人 都要彼此勸勉 既知道哪日子留近 就更當如此 有很多基督徒 都有這種習慣 有些甚麼事就不回聚會 我自己來說 誰約我都約不到我 星期日 是約不到我的 他約我說 我那時候要去教 沒得談 我另一個時間 我會幫你 但這個時間我不會幫你 甚至家人約 我都說 改第二個時間 去第二個時間 我不會答應任何人 在崇拜的時間 取消崇拜 而我去參加其他活動 我希望大家都是這樣 第一 留在斜動 不停止聚會 專心聽動 主動學習 不打手機 不閒頭 就是不要停止聚會 不要因為任何原因 除非你真的病 沒辦法回到你 你真的不行 你真的不行 專心聽到 有些人 一聽到 就是最好休息的時間 養神 黑板養神 但你發覺很快 你就會進入睡鄉 是很容易的 很容易睡著了 還有主動學習 聽到的事 今天講到敬畏神 講到那些例子 講到神的聖經的美好 這個講到神的屬性 因為神是最美好的 祂的愛和聖結都很美麗 我主動學習 但是講給別人聽的時候 都會告訴別人 神真的很好 很值得事務 真是最好的 凡事祝福我們 祂又會帶領我們 又會帶領我們的路 給我們力量 祝福我們 不打手機 很多時候有些人 總是聽到聲音 或者內心檢查手機 其實這樣是不尊敬神的 還有不要閒談 即是說 聽到 即是跟教律一致 唯一的時候 我們在聚會會有 講說話 那些不是閒談 譬如教律問你 聖經在哪裏 你即是跟祂揭 或者說 我要洗好間 真的要去 我給祂去的 就說 這些情況 我們先跟祂聊 就不要說 牧師的電衫這麼漂亮 不知道在哪裏買的 不要說 這類的說話 聊閒聊天 日後再聊 這兩個圖 大家看到 這叫GIF檔 大家如果上網看到 GIF檔 對港對的幫助 可以傳給我 它真的像動畫 這個就是 聽到的時候睡覺 這個就是玩手機 好了 而敬畏神義 不會跟不信者戀愛 或者結婚 但有些基督徒 往往就會在這件事上跌倒 《光龍德》後書六章十四節 《你們和不信的 言不相配 不要同負而押 義和不義有什麼相交呢? 光明和黑暗有什麼相交呢?》 十七節 又說 《你們無與與他們中間出來 與他們分別 不要煎不跌正的物 我就收納你們》 這裏說得很清楚 《你們和不信的人》 是不相配的 不要同負而押 不要像牛 兩隻牛 混在一起 這裏說 肯定包括結婚 因為結婚是最高度的 同負而押 亦都包括合夥 做生意 或者其他最好的朋友 我們可以有外面的朋友 但你最信任的人 應該是基督徒 因為他才能夠用神的說話 神的方法跟我們溝通 因為說到義和不義的人 怎麼可以相交 光明和黑暗 我們在光明裡面 和黑暗怎麼能夠相交呢? 由第十七節很清楚 就算你們無與他們中間出來 即是是那些人的中間出來 與他們分別 不要煎不跌正的物 我就收納你們 我就接納你們 有一次我去旅行 在一個旅遊巴士上 我就知道有對夫婦是基督徒 這個基督徒知道我是牧師 就問我一個問題 就是這個經文 他說這個經文 我就覺得 就是講到合夥而已 不是講到結婚的 所以 他說我用解經的方法 我解經了 他為什麼說解經呢? 他說如果神真的要人 不要和不信的結婚 應該講清楚一件這麼重要 他沒有講清楚 即是說 這件事只是講合夥生意 做生意 就不是講到結婚的 但是我跟著說 你看看夏文 夏文說什麼? 義同不義有什麼相交 那你結婚是不是相交呢? 那當然是相交 相交 相通 那你現在的光明在黑 有什麼相通呢? 沒有義同中間出來 即是跟他的關係 我們不能跟他有這種密切關係 很明顯是講到是同 即是不只是講到做生意 是講到所有這種關係 所有密切的關係 但這個人從那天開始不采惡 即是那幾天在那個旅程 不采惡 因為他的心很想 他深信 他覺得 即是不知誰解給他聽 即是他又信了 他又解給別人聽 其實真的可以害死人 為什麼呢? 他會跟那些 有些女性 可能男性都有的 不過通常教會比較女性多 這是可惜的現象 我們應該努力找多些弟兄回來 然後帶領他們去信耶穌 好了 有些姐妹 她說 哎呀 結婚 我很想結婚 那她就 這個經文 其實不是說結婚的 是說做生意的 如果結婚應該說得清楚一點 不要緊 你放心結婚 第一 她可以跟他不信耶穌 第二 她回教會可以難坐 尤其他生了兒子的時候 丈夫有沒有搞錯 生了兒子還去教堂 你兒子這麼小 怎麼可以去教堂 那時候呢 她就會難坐 侍奉嗎? 不要搞錯 奉獻 怎麼可以啊? 哇! 奉獻這麼多啊? 怎麼可以啊? 一定是有很多的難坐 也不能夠兩個人同心去侍奉神 她的生命發揮不了 但當她單身的時候 她可以自由去做 所以呢 我們知道的時候 生命很多 基督徒的難坐 其實我講這個信息 講了很多 一轉頭 那些人馬上又拍拖了 又跟那個不信的拍拖 為什麼一去到男女關係 真的很多人立刻站不住 哇!有個男生喜歡她 有個女生喜歡她 哇!馬上暈倒 馬上暈倒 馬上覺得 哇!真的好啊! 有個人愛我 以前也沒有人愛我 現在有人愛我 就存活 因為是最好的 但其實很多人 她以為最好 當她結婚 發覺對方 只是想得到她的身體 有時未結婚已經發現 現在很多 其實現在很多的男性 只是想追求有性關係 然後就會撇掉她 這樣的時候 她說 你甘心情願 我勿逼你的 然後就帶來很多後果 單親媽媽 就算基督徒都有這些情況 所以 我們求主幫我們 真的 原來敬畏神 在這件事自己都得福 敬畏神 而不要淫亂 臨前六章十六節 豈不知與娼妓聯合的 便是與他成為一體嗎 因為主說 二人要成為一體 即使 就算 去找妓女 其實已經跟她一體 那你又不是跟她一起 就是犯奸淫 聖經說了 耶穌說了 你結婚 你跟著離婚 已經是犯奸淫 除非對方犯奸淫 這樣的時候 你就可以離開 如果不是 是不可以離開的 而那些人 現在時代 有些年輕人 年輕女 一拍拖很快 就很親密接觸 很親密接觸 很快有性的挑逗 引誘 接著就頂不住 其實任何一個基督徒 尤其跟未結婚那些說 你不要以為你有定力頂得住 當對方一路親熱你 又跟你喝酒 氣氛很浪漫 一路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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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不知不覺 就跟你有性關係 是很容易 因為人的身體是有反應的 有衝動的 所以我們知道這件事 我們不要隨意 隨意跟人有 戀愛已經進入這個陷阱 我們戀愛應該為何尋求神的帶領 神帶領我們 神有計劃 神的計劃最好的 變得帶領 都是要學習男女的相處和男女的分別 我網上都有很多的教導 所以在這方面我們要小心 也尊敬教會是神的殿 馬可福音十一章十五節一起讀 他們來到耶路撒冷 耶穌進入聖殿趕出店裡做賣賣的人 推倒退換人前之人的桌子 和賣甲子的人的凳子十六節 也不許人拿著器具從店裡經過 好了 這個講到耶穌來到聖殿 有些人在做買賣 這個就是外邦人院 在聖殿裡面有一個部分是外邦人院 外邦人不可以再入的 但他在外面可以敬拜神 但他就被人 有很多人在那裏做賣賣 因為方便 你想想那些 你去到那些廟 我們不應該去廟 不過有時候走過那些地方 去廟 你就見到那些人 就賣那些香竹 那些花 那些東西 越近就越多了 同樣 在聖殿裡面 這個外邦人院 就有很多人擺室 因為他們要買那些來獻祭 因為他們在其他地方來 所以有些兌換人錢 讓他們換回當地的錢買東西 這些人就在那裏做買賣 就是神終而入 在教會裡面做賣賣 在神的殿裡面做賣賣 第十六節就說 不准人拿著器具在殿裡經過 就是說 這個聖殿是聖結的 是他們專一敬拜 你就不要抬來抬去 例如那些賣牛羊 又抬來抬去 又抬來抬去 耶穌說你不可以抬來抬去 這裏就是說 當我們敬拜的時候 我們要專一 不要給別人的影響 我們一起讀一下 在教會不做買賣 傳銷保險 不在教會做事騷擾人敬拜 這裏就是說 在近代很多天 傳銷都是幾普遍的東西 如果有人在教會推行傳銷 我想告訴你 如果你知道有人賣那種產品 你想找他沒問題 譬如你知道 譬如教會裏有人做 某一種行業做電腦 你問問他電腦是甚麼 拿我的電腦還我拿 你的戶櫥可以做嗎 可以的 你問他可以的 即是你想他幫你可以的 譬如你知道有甚麼行業 哪個人有甚麼行業可以幫到你 你可以去找他幫助 但是呢 在教會不要推銷 因為推銷的時候 就會有很多問題 為甚麼問題發生呢 他不買的時候 就會有些左口左臉 或者買的時候 有些問題發生 亦都會左口左臉 亦都可以利用這個教會關係 認識你 不好意思 真是不好意思 推他 好了好了買了 這樣的時候 就會造成很多淫製的問題 亦都最重要的是 在聖殿 在教會 不可以做買賣 即是不可以做生意 但你認識他 你找他 你私下找他 是可以的 在網上 外面找的沒有問題 他是基督徒也沒有問題 你在網上見到 某一個人買賣 你想和他買 沒有問題 不過之後在教會裡面 我們不要做 亦都不要使用這個教會的關係去做 如果有人在我們當中要做 我希望大家告訴我 要我去處理 那我又不會 踢走他又沒有去處理 我會溫和 謙卑地去處理 以至不要影響教會 還有在教會崇拜 或者在聚會的時候 不要騷擾人敬拜 不要觀觀台台 儘量減輕影響人 即是我們尊重神 譬如你想睡覺 那怎麼辦 第一個方法 撕下自己 自己醒 真的不行 站在後面 站在那裡 你不會睡著 這些都是我們可以做的 好了 但如果睡覺 說一聲 真的會騷擾其他人 變成有樣學樣 所以這都是我們尊敬神 尊敬神的時候 用心去聽 用心去學習的時候 我們先做個心妙的提示 神也都喜悅的 你聽到的時候 是專心 神是喜悅的 很重要的是 神看到你的心 你的外面可能做得很好 但裡面不好的神 不是好的 我曾經試過見過一個基督徒 他是很有錢的 我見到他在崇拜之後 他拿了一張支票給牧師 他將奉獻個人交給牧師 這個動機是什麼 我不知道 他可能有什麼原因 我不去理他 不過有一個可能性 我只說可能性 他的奉獻的數目很大 他想牧師知道他奉獻多大的數目 可能這個原因 可能其他原因 其實整個教會都奉獻 每個人都奉獻 放進奉獻袋就行了 但他不是選擇這樣做 他是奉獻完 他親自交給牧師 我覺得有時候 人做的事 都會奉獻很大 但神喜歡的心 他全部是白費的 全部是白費的 是否值得 他奉獻的數目可能很大 但是白費的 真是很無意思的 所以我們知道 我們裡面有任何不好的事 不信服神 說謊 打架 憎恨 驕傲 頂嘴 自私 騙人 罪惡的意念 和偷藝 有些沒有寫出來的 有很多 我們都求著幫我們 整天都喜歡神 神就歡喜你了 整天都喜歡神 整天都祝福人 心裡平穩安靜 你整個生命被提升 這就是尊敬神 你都和神有親密的關係 安心 做甚麼都為神而做 其實這樣的方法做基督 是否最好 又必定蒙福 又容易 又歡喜我 又有神的同在 又有神的恩公 在這裏 我想請大家 閉上眼 在神面前 悔鬼認罪 就說神 我有甚麼地方沒有尊敬你 求主耶穌 幫我們醒察我們的內心 幫我們看到我們怎樣不愛主 我們沒有將神放在首位 我們可能將錢、人、甚至家庭 請說愛父母過於愛我的 不配做我不同 愛子、子女都好過愛我的 不配做我不同 主耶穌幫助我們 看重你 因為你是最美善 你是掌管一切 你能夠凡事祝福我們 我們走你的路 是最蒙福 在這裏我給大家一些安靜的時間 大家去反省 有些甚麼地方 我們是需要省察 會改的 求主成gia 求主省發我們的內心 每個人都有些地方有處理好的 求主不至梦祝 是把我們處理 感謝天婦 感謝耶穌 耶穌最好 你幫他走你的路,親近你,你就一定要親近我們,我們就當別過一次。 凡你願意,你真是說,神啊,我願意尊敬你,我真是盡力去處理罪,我真是盡力去信靠你,親近你,遵從你,並且侍奉你,走你的路。 因為當我們將恩賜藏在地裡,耶穌的譬如說,將他趕在外面的黑暗,在那裏要哀哭徹子, 並沒有做在一個小子身上,就是沒有做在主的身上,要進入永逆。 我們不是靠行為得救,我們是靠信靠耶穌得救,但當我們沒有凡事遵從的時候,我們的生命有問題,是可以失去救恩人。 耶穌說,凡清風我主啊主的人,不能都盡天國,為了忠能我天父子的人才能盡女。 到那天有很多人說,我奉你的名,鞏鬼傳道,鞏鬼行二臨。 但耶穌說,你們這只是作惡的人離開我,因為我不認識你們。 當人裏面的生命沒有改變的時候,他可以與神的關係有問題,而得不到救恩, 他是主耶穌方向的。 當我們真心願意信靠,真靠,遵從事復,我們的生命就會提升。 在我們當中,你願意的,我請你站起來,向神的表達,神的我願意。 我願意將生命獻送給你。 我願意走完你的路。 我願意遵從你一切的吩咐。 我願意敬畏耶穌, 敬畏耶穌是智慧的開篇, 認識智聖者便是聰明。 聖經畏耶穌說,耶穌說,必只是他當選擇的道路。 祂保守我們的心,幫助我們全心,毀身跟從神。 不要做一個半心,一半的心跟從耶穌的人。 因為耶穌說,愛世界又愛神,愛馬門,愛錢又愛神。 不是不可以的,因為呢,我們的錢在哪裏?我們的心在哪裏? 是否幫助我們全心愛你,尊崇你,看從你? 我們不敢得罪神,我們不敢犯罪。 我們不敢在敬拜的時候,聽到的時候,去做其他事情,或者想其他事情。 也不敢在我們日常生活,隨意犯罪,得罪人,想人不好的事。 我們尊敬你,我們體重你,我們愛神,愛人。 多謝天父,感謝天父,多謝耶穌,求祈保守我們的信心,加力給我們。 讓我們每一個被提升,每一個被更新,多謝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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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